你有事宜啊 对 勇敢 对啊 寻妈窝心的看着这张 朋友从西班牙寄来的 祝福明信片 让她难得能稍微 将这几天的批评声浪 抛逐脑后 现在言论自由这么发达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 别人怎么评论 或是怎么捏造事实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带着许许来 还是要让她快乐的走下去 自从外界有人质疑 寻妈货班今年的 慈禧妈妈奖表扬 究竟适不适当后 网路上就掀起 两派不同意见的比赞 有网友替寻妈加油打气 但也有网友留下了一些 不是那么和善的留言 如果走来遇到很多的 挫折跟困难 我们都也是 我们全家人也是 都这样子去克服她 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事情 会比我们遇到的挫折 还要再更大了 那这些都是小事 以往寻寻的粉丝团 都是在分享 可爱寻寻的生活点滴 如今寻妈要透过她 告诉网友 我们都没事 除了表达谢意外 还要谢谢网友提醒 板上捏造事实的留言 多半都是假账号 她不会太在意 因为这些都比不上 两年来和寻寻 共同突破的考验和关卡 最后还说 您打不倒我的 因为我是寻妈 我会用尽我所有力量 那大家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谅解的话 也跟大家抱歉 因为她是我的孩子 我一定要具有她 不惜一切的力量 一定要让她就是 有机会可以好起来 寻妈的颇文一出 网络上再度掀起论战 最有持中立看法的网友 建议寻妈 多花点时间在讯讯身上 这些留言看看就好 接着侯国人张欣宜嘉宜报道